继续来关心整个花莲地区地震灾害的救援情形 整个救援行动是进入第四天了 救援人员是毫不放弃任何一时希望 在10号的上午总算是找到了这五位失联路客当中 一名确定是12岁男童 另外一名则是男性的路客 而到了下午傍晚5点多的时候又发现第三名失联的路客 那现在201号房里头五位住客找到了三名了 表示整个地震灾情当中 花莲地区还有两名是失联的 搜救进入84个小时 目前仍持续进行救援 云门催堤大楼漂流生活旅店 201号房内五名受困者 花莲县消防局局长林文瑞表示 因为201房整个楼板是从上压下倒塌 经过多方尝试 包括了从房旁边的墙打入 又从楼梯间打进去 不过两度都遭遇到大梁 经结构计时鉴定 如果再持续打大梁的话 救难人员可能会有危险 因此只好改由上方先挡穿四楼 再挡穿三楼 终于在10号上午发现了一名男童的遗体 经过确认之后 死者是12岁的男童 收救进行到第84小时 我们仅剩下的五位 我们刚刚的201房的受困者 刚刚第一位已经成功的脱困 是一位男性 在因为201房整个楼板倒塌 下来从上压下来 我们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包括从203房的墙壁要打进去 后来从楼梯间这边要打进去 打进去的两度都因为遇到大梁 没有办法再穿过去 因为经结构计时鉴定 如果把这个大梁打 我们的救难人员会有危险 塌下来我们同会有危险 后来我们再从上方的楼梯盘 从四楼打穿四楼 在打穿三楼打到二楼下去 那刚刚已经把第一位把她清理出来 四位男性这位男性的成人 至于她的身份 我们等一下会请检察官跟警方来 鉴定她是到底是 选择这边记下哪一位 已经刚刚由我们的医疗检修室 检修室来鉴定已经严选实了 那是大梁还是小梁 大梁是一个成人大梁单线 大概是在二零两个地方发现了 有附近还有发现其他受货吗 因为他们是一家三代五口 都受困在欧林预防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是从挖掘 从地下室去挖掘 挖掘到这家铝店的 也是被压垮的监视器 回来便是到底确认 他们是正确制造的位置 是在哪一房 我们挖掘掘来解读 是会确实发明 这五位通通进入欧林预防 到发生事故前都没有离开 所以我们不会放弃论文的生机 务必要把这五位全部牵出来 林文任表示 大楼已经压垮了下方 因此早先挖出被压垮的监视器 先确认他们一家人 到底在哪个房间里头 监视器影像显示 这五个人在发生地震时 都没有离开过现场 因此应该都还在房间里头 他们会持续搜救 一直到了下午两点多 搜救人员在二零一号房内 发现了另一名男性的遗体 救难人员也将他拉出之后 送往殡仪馆 并且请检察官来确认身份 接下来还有三位陆客上位巡获 搜救人员持续挖掘 终于在下午四点多 有发现第三名的旅客 救难人员尽力设法将他拉送出来 整个过程艰辛又困难 不过下方局长林文锐强调 谣传说已经停止搜寻是不正确的 救难人员绝对不放弃任何的神机 记者胡君彦华联士报道